今天我们的赖总统亲上火线 同时也要告诉您的是 观众朋友 你知道吗 现在连我们经常用的生理血水 就打点滴的大档 现在都没火 除了这没火 以外还有什么东西也缺缺缺缺缺 为什么这么缺呢 还来告诉您的是 波音737又出事了 而且这次是大弩神 台湾有航空公司买到这款飞机吗 等会也来告诉你 我来介绍来节目现场的来宾 要请到资认媒体员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国民党立委 现在应该叫你国民党战狼 叶元芝 阿官好 大家好 叶元芝你是很危险吗 不然你干嘛拼成这样 也没有 我就不喜欢人家造谣 对不对 英雄本色而已 我是有所坚持 邀请到 钥匙全联会理事长黄金顺 阿官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金顺兄今天找这么多 有点真贵 外面买不 稍等这款给我们老好 邀请到 专栏作家吴坤宇 阿官好 大家好 以及律师陈又欣 阿官好 大家好 好 整个国改无法 进入视线暂时处分战 在今天赖清的青上火线 不过馆长说 要是视线成功 他要揪人上街头 而且大骂大法官 我们通过了一个新法案 但这个新法案对执政党不利 然后他就叫这些大法官 因为这些大法官都蔡英文时代提名的 都他的人 我就看这些大法官敢不敢这么玩 独裁统治国家 反正嘛 裁判 球员都是我的人 你说违不违宪 我赖清德说违宪就违宪 是这样子嘛 你今天要搞这个 那你试试看看 这次换我们上街头了 清鸟是不是 我保证这个人数 觉得吓死人 就是跟全台湾人讲啊 你拿我没辙啦 立法委员多了怎么样 这台湾就是民进党在操控 我觉得大法官要有这个自觉 你是宪法的守门人 而不是今天民进党的看门拱 好来 学伟 我刚才看到陈志安讲的那些东西 我真的跟你说 我讲这个讲话 叫陈志安都读点书了 对不对 每次都出来讲这些东西 人民上街头 这种视线的东西 怎么可以用人民上街头去压迫 你要给大法官一个独立审判攻坚 对不对 现在是不是违宪的部分的话 说清楚 真的要说清楚 不说清楚这个案件到最后 他们现在就很怕说 我有一个不适用的法条 违宪的法条 如果让你过了 大家都以后延续 一直用用用用到最后 那边很厉害 好 为什么说 清明大法官决定会不会视线成功 最主要是本来我们有15位 现在有8名缺额 来 叶昕 其实这个是因为时间的问题 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并没有缺额 现在还是15位 但是如果要走到视线的话 他在程序上 现阶段会先进行的是暂时处分的处理 暂时处分处理可能会比较快 因为我们知道在19年前 我们发生过 立法院提出暂时处分申请 那大法官在很短的时间内 一两周就做出了决定了 所以在一两周内 我们目前的话 台湾还是15位大法官去做这个裁定 那当时是什么案子呢 是这个319真调会 那这个时候就是涉及到说 这个立法院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组织 他会不会变成是在侵害司法权 大法官很快就做出了裁定 就暂时冻结了这样的一个 真调会的一个条文 那当时谁领衔的 就是我们现在的总统赖清德 那当时他是以立法委员的身份 领衔提出了这一个视线案 以及暂时处分案 跟现在就是不同时空之下 又发生一样状况 但因为视线可能要比较长的时间 其实他不是有提一次的 19年前的真调会提过一次 那么上次身份证有关 案子文他也提过一次 案子文他也提过一次 户籍法 户籍法修法 那案子文这个东西 一旦法律执行下去的话 我们民众的所有的资料 隐私就全部都流出去了 所以大法官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做出暂时处分 那这个案件我们今天来讲 总统过去曾经提过两次实现 两次都算成功 两次都成功 那这一次会成功吗 我觉得暂时处分这件事情 还是有可能会核定下来 暂时处分是因为说 因为我们现在通过的 这一个立法院职权行事法 还有刑法相关条文的话 他一旦执行下去 都很有可能立即的 我们已经看到了 谁 有没有人已经有可能做到 侵害民众行为 有啊 洪梦凯 洪梦凯在这个立法院职权行事法 还没有通过之前 他就不断要求台积电要交出资料了 这已经不是一个什么预想幻想说 我们一定不会侵权啦 你们等着看啦 条文通过我们不会侵权 没关系不用你怎么说 我们拿事实出来 你已经做过这种事情了 现在立法院职权行事法一旦通过之后 如果你就开始要 并且开罚 台积电不给 挥答不给 我就一直罚你 罚到你给为止的话 那么这个人民的权益侵害 我们台积电的护国神山 我们NVIDIA护国神山 没有了 我们的关键技术 可能就在这样的过程中 就被流失出去了 我们来看 如果这一次视线没有成功 那么国改无法 正式上路之后 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层出不求呢 刚刚又欣律师说 比如说台积电 倒对台积电 发行什么事情 我们来说一下 当时洪孟凯曾经要求 要提供台积电的资料 结果我们的官员说 这是营业机密 不能直接给 但是洪孟凯要求 来我们再往下来看 他说无论如何 来下班前就要给本席资料 但整个资料对台积电而言 当然是商业机密资料 包括那个机台 到底有多少损失 有没有调整 当时是谈到地震的问题 所以我们先来回顾 当时洪孟凯到底怎么咨询 而这样的事情 未来是不是有可能真的会层出不穷呢 花莲这次的地震 全国际都很关心 为什么国际很关心 因为台湾半导体供应很重要 隔一天4月4号就已经讲 晶圆厂设备恢复率超过80%了 国科会也说竹科中科南科都陆续恢复中 但我想现在确定一下 此时此刻是不是所有的科学人区都已经正常的营运 应该大部分都是 不是应该啦 不是 我现在讲就是说 此时此刻 不懂要不要问一下后面的幕僚啦 我是说我们随时都有报道 至少在几天前是80% 那现在的状况我们请他 4月4号媒体就已经报道80%了 现在几号 4月11号 经过了七天时间了 本时要问的是最新的进度 不是应该 是 掌握状况怎么样 来 麻烦 跟委员报告 我想经营厂平时都有在做演练 我现在只确认 科学人区是不是都已经恢复正常了 对 几乎啦 你现在手边有没有资料 到底现在恢复的程度到90% 80% 还是还剩哪几家厂商还没有恢复 有没有这个资料 我没有办法答复每一个机台 是 我现在不是问你机台 问题的直接损失 这个我们很容易估计 但是是因为机台停工 这个是会造的损失 这属于产业的整个的 副主委 今天下班以前给本席资料 这段时间我们的确有收到许许多多 来自企业界 外国商会 甚至国际的关心 他们很担心 如果这法律一旦实施 那企业的商业秘密 可能不保 对于外资的投资意愿 以及未来台湾在国际的竞争力 会产生重大影响 那我特别利用这个机会 跟国人再度强调 这个也是总统府 我本人提出四线的主要原因 不容许企业的经营环境变化 对台湾深远的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 台积电不是个案 其实之前数位身份证 国民党曾经要过资料 但是那里头牵涉到人家厂商的专利 是 数位身份证这个时候 当时的状况是这样子 是说 那个国民党要去要 这个相关的厂商 这些什么设计资料 什么的 可是那个人家都是营业机密 然后中间有code 然后有码 有那个逻辑 有些东西 商业机密的东西 是什么样子呢 是那个江湖点零 你懂意思吗 那我只要把这个概念丢给你了 人家就知道你怎么做了 然后我这个说 立委拿到的资料是 一部分是被涂黑的吧 对 然后立委就说 为什么要涂黑 为什么要打马赛克 人家厂商就说 这个我不能公布给大家看 当然不能公布 那涂黑是必要 而且是你硬要 那现在台积电的东西 更是机密资料 它不但是台湾的国安资料 就是商业机密而已 它事实上牵涉到台湾的国安资料 而且连全世界 都要把这个事情要做保密 不能让它流向对岸 好 我记得美国过去曾经 因为它要了解到这个COVID-19期间 整个产因链供应的状况 所以担心在晶片的供应会有问题 也曾经要求台积电提供 它的一些商业资料 比如说你的客户 你现在产能利用率等等 被台积电拒绝了 当台积电拒绝 美国商务部的时候 美国商务部能怎样 不能怎么样 那同样的问题如果发生在台湾 将来台积电能拒绝吗 我先帮洪文凯海讲的话 洪文凯海讲的话能被扭曲的 为什么 因为它那一天主要是因为地震之后 我们资讯国科会 它希望国科会掌握科学园区的 灾损状况 它总统倒也没有要求 什么提供台积电的机品资料 它最后是要求说 国会有没有掌握好 灾后一些状况 不见得要讲哪一家 整体来说 你有没有去协助 它提它是针对台积电 而且你说的这个灾损 它有澄清 而且你那个灾损问题 你看那个灾损问题 这会涉及一个机密 为什么认为灾损不会 一家公司 它可以来夺短 它可以来夺短时间内 回复它的能量 它并不知道是哪一家 这是它技术所在 它一定是知道说 你有没有掌握说 科学园区到底多少灾损 科学园区的主管机关 国科会有没有去协助 灾后重建 但至于说是A加 B加 C加 D加 它没有去管人家 可是你刚才没有听清楚 它今天要求的是说 它是整个科学园区里面 所有的厂商的灾损资料 要给我对不对 它没有要求A B C D 没有 台积电是不是在 台积电有一个对话 说那个 是国科会自己讲说 台积电算不算科学园区 黄梦凯还讲说 我没有要那个机台 我只是要告诉我说 灾损账户你有没有掌握 不是 今天如果灾损很严重的话 那公司自己是不是可以 开重训 对外表示说 我今天很多办成品 成品损失多少 而且副主委有提到了 他说他的一些资料 是来自厂商提供 那洪梦凯就说要 他要这个资料 他就问说什么时候可以给 今天下班前要给 可是因为副主委是一直告诉他说 这个是厂商的机密资料 那机台的损失他有机密啊 包括我的机台的设定损失多久回复 我多久能够把它校正回归 其实这些都是商业机密耶 对 他并没有要说 比如说台积电损失多少 或者是说某一家公司损失多少 他要是一个整种 林聪明要绝对数字就好 为什么说要提供资料 而且在下班前给本席资料 因为人家林聪明手上的资料 就是不能给的资料 因为他就是希望说 那个是国科会嘛 国科会主管科学园区嘛 他希望国科会可以了解 科学园区的损失 然后去协助就是就协助恢复的部分 国科会的副主委已经回答 他并不是要刺探他们的 国科会的副主委已经在那边回答 他回答说科学园区硬体各方面损失 几乎为乎其为 至于内部因为暂时停工 重新调整寄来的部分 属于营业机密 他不会 然后洪洪凯还是这样 我请教一下 你要给我资料 你要什么资料 人家国科会回答的 他已经是统计资料了 那你还要什么资料 对啊 你不就是要 造成要资料 无事机敏资料 造成个别的藏商 如果股价下跌楼办 我想我们的关系的是 这样的事情 如果发生在国改 无法上路之后 官员能不能拒绝 可以啊 我们的那个职权实际室 把里面摆就是啊 比如说第一个 行政计划列为密等的 可以不要提供 第二就是说 如果签证到机密的 或者是个人各支的 都可以不要提供啊 那个决定权 这个决定权不在行政官员 那企业的密还是不是密 是谁来决定 阿冠 企业可以自己决定说 我这个是机敏资料 我可以不要给你吗 可以啊 还是企业当他说 我不给你的时候 立委可以自己压出说 这个秒释不会啊 这个不行啊 受法 不是 你看阿冠 阿冠 你们看我们那个 林聪明讲的 最下面那个倒数第四行那个 一个是硬体的直接损失 我们很容易估计 对不对 但是因为机台停工 这部分造成损失 属于商业的整个机密 对不对 可是洪梦凯回答什么 今天下班以前 给本席资料 他要的只是要国科会 掌握状况 实在我们也不必花太多时间 讨论洪梦凯到底要是吗 而是这样的事情 如果发生在国改 无法上路之后呢 私人啊 私人如果说 台积电能够不给吗 今天林聪明能够不给吗 那当林聪明说是机敏 当台积电说是机敏的时候 谁来判断他是不是机敏 那如果立委国民党 压手说 这个不算机敏 你是藐视国会 给人送换银 股价跌停板 谁要负责 这个本来 我们就举那个 现在已经发生了 现在国改无法 还没有上路 他都硬要 一旦上路之后 那岂不是拿到双方保健 就以这个例子来讲好了 他要对不对 然后国科会就给了一个 整体的数字 如果说今天 彭文凯说不行 你要给我台积电的 你要给我其他公司的 国会还是不会给啊 所以根本就不会发生 刚刚大家贪心的问题 原来是不是 不能停在这里 等一下不能停在这里 原来是你怎么把事情 停在这里 当今天官员不给之后 就启动 现在的国会务法里面 后续 那你是不是 秒是国会的问题 他就开院会 他就开院会 多数觉 说你秒是国会 没有 你们现在法律 不是这样定的吗 我跟你讲 所有的 所有的事情 我觉得大家都把它 开花去 所有事情都要回归到 立法委员 职权新司法 为什么要做这个调查 这个调查 一定它有一个案的本身 这个案的本身 它已经签证到一个弊案 或者是一个我们需要调查的事情 比如说美国 美国在调查T-TALK 或者是调查波音公司 他为什么会调查 因为不是非安的问题 就是国安的问题 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跟这个有关 立法委员不会无缘故说 把一家公司叫来说 你把你的机敏资料给我 你真的把你的立委想得盖格胸了 来 真的 我这样讲 那个 现在大家在提出事件案的时候 我在那个案子过程中间 我跟上任老大 一直在讲一件事情 请你们去看一下 四字五八五 四字六三三 四字七二九 这些解释文 都是司法医院的解释文 他都告诉你说 你不可以 我们是五权宪法 你必须要注意这件事情 你立法权 你不可以去侵害 别的宪政机关的调查权 然后你立法院 你要裁罚人家 人民 或是你要跟人民要资料的时候 你有侵害到他的时候 对不起 你要列出来 非常非常明确的列出来 他他违反的是什么样的法条 很具体 比如说你要罚我一个交通罚单 那你也要 告诉我是违反哪一条 对啊 你要有照片 我是违反了哪一条 你要弄清楚 那可是在你这些东西 都没有清楚的状况下面 你就说 你就不应该这样子处理 我觉得最离谱的是 到底有没有藐视国会 是抓手决定的 对 因为现在没有记名 是非跟真理 难道是用抓手决定的吗 所以这一部分 那这样子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杀人 我就做的法官 开始来投票就好了 是这样吗 我在 我在 我在讲得清楚一点 重点 你们现在一直要抹绿那些大法官 说他怎么样视线 我告诉你 前面三个视线文都告诉你 类似的情形 立法院是不能扩权到这个地步了 好 这个叫陈春生大法官 好 我们都会再来谈这位大法官 因为大法官关乎到 这次视线能不能成功 但是 言辞辩论庭也很重要 吴宗宪 即将要上言辞辩论庭 但还没有上庭之前 他之前竟然说部分违宪 不过今天改口了 我们自己提了法案 我们当然不会认为他违宪 那当天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 他的前提是 因为大法官是民进党挑选的 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信任大法官 能够持平的依据宪法判决 那会不会造成条文全部 被他认定违宪 我就说 我的意思是 不可能出现条文全部被认定违宪的可能性 因为里面有超过四成的条提案 是民进党的再修正东西而来 那民进 如果我们认为政治力介入大法官 那大法官怎么会认定 自己民进党的提案是违宪呢 所以不会出现全部违宪 顶多是他被大法官认定一步违宪 那大法官来讲一下大法官 这位是谁 这个叫做陈春生大法官 他是翁晓玲的老公 在四字七二九的解释文中间 那他讲的是什么 那他现在已经不是现任大法官了吧 那他不是了 那他曾经是大法官 对 在四字七二九 这是为了什么 这是为了说立法院司法法治委员会 曾经做了一件事情 他要修法 修这个通保法 然后用这个理由去跟那个高检署 要调监听记录 调的是什么 就是黄 那个叫黄世民 他们去监听那个 柯建民跟那个黄金平 对话记录 他调他的光碟 调他什么东西 然后高检署就去提这个四线案 那陈春生大法官 在这个四线案里面 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 说第一个 你这个国家的权力机关 各有职司 你不可以这样子来处理 第二个 侦查中的案卷 那卷证 它不只是卷 还有证 证物 那所以这两个东西 侦查中 你就不可以调 至于侦查完 结贞结的 或是以任何理由 贞结 或不给诉的 那你除非你的事情 那你 立法院议论的事情 跟这件事情是具体相关的 而且有范围的 那你才可以去调他的副本 然后呢 然后而且你要保护这中间所有的营业机密 或者类似 然后人身的这个安全 这是陈春生法官的意见 好 光用这一条 那陈春生 就可以打脸他自己老婆 对那这个法案就出事了 请翁晓玲先回去跟他老公商量好 而且他这一次有可能在市县的延迟辩论庭 他要上场的哦 对 然后 那翁晓玲要不要在家里先跟他老公 然后我刚刚就讲说 你来 你不要一直把大法官给抹率 翁晓玲最大 在他们家他也最大吗 对啊 四字 四字七二九里面 还有一个 那也叫书永钦 他写的是最长的 他的 他的协同意见书写的是最长 书永钦应该也不是绿的嘛 所以拜托一下 大家去看一下内容 而且法院里面 司法系统里面很重视判例 他的判例都在他前面 所以这一次到底视线会不会成功呢 要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不过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事 现在都大缺货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马上为您 视信连线苏伊丰医师 苏伊丝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苏伊丝 哪些在大缺货 那么我看到你在脸书的文章里头 特别说到你说 卫福部说谎啊 说什么谎 对啊 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点滴呢 从这个4月开始有传出这个缺货的问题 然后到5月呢 卫福部在520哦 这个新任总统内阁就职第一天哦 那个林静怡次长还特地出来说 这个缺货是假的啦 是这个医护人员 特定医护人员 就是讲苏伊丝啊 在制造恐慌啊 结果呢 在隔一天哦 其实不到一天哦 马上又改口承认说 现在缺很多了 每个月要缺150万到200万包 才足够 那最近呢 发现了这个200万包 150万包 或叫一叫 发下去了 仍然是不足够 其实呢 我们现在的足够的是这个医院 医院的点滴是比较足够 但是呢 在基层的诊所呢 或者是药局 或者是兽医呢 根本都叫不到点滴 因为现在的点滴呢 是中央控货 以前的点滴呢 是假如我诊所 我要点滴嘛 我直接打电话 给那个药厂说 我要订两箱点滴 请你送过来 所以现在是 以前是点对点叫货 但是呢 中央现在把这条路 挡住了 所以变成呢 现在你要叫货 是中央去控货 那如果你直接跟厂商叫货 厂商都会先说没有货 因为他中央 主要的货都交给中央去了 所以现在变成 医院 缺货情形有改善比较好 但是能特定的产品 像两公升的还是缺货 但是呢 诊所几乎就是不容易叫到货 那我就是在前一阵子 有点出这件事情 那一样是林静怡市长 他就在脸桌上 先发文带栓 说你一个胸腔科医师 开两公升的点滴是要做什么 这个不是手术要用的吗 你开这个 有什么意义吗 然后 我们现在有500cc的给你的 你硬要说两公升的没货 我也尊重你啦 就大酸特酸啦 就酸我啦 那我想问一下苏医师 因为我们不太懂 两公升的跟500cc的 在使用上有非常大的差别吗 那么在什么时候需要两公升 什么时候需要500cc 真的造成你在医疗 包括你在看诊的过程中的困扰吗 一般来说呢 我们的小包点滴500公升的 大部分都是我们在注射药物使用的啦 所以在一般的病房呢 一些病人如果要打针打抗针素 打一些药物呢 用的点滴大部分都是500cc这种点滴 那2000cc这种大包点滴呢 一般都是用冲洗的特定用途 所以他在外科手术呢 假如一个病人开肚子啊 开盲腸啊 哇肚子里面有龙啊 就要赶快开三包五包 这种大包点滴进去灌 把整个龙冲掉 冲干净 这样避免病人附腔感染 如果开胸腔也一样 假如里面有龙也是 有可能有细菌 也是用这种冲一冲 然后伤口呢 如果龙比较多了 化龙也是用这些点滴大量去冲 所以呢 大量点滴是有需要的 因为他的量比较大 可以可以短时间这个冲力 去把整个细菌啊 一些该冲的地方冲干净 那如果你用小包点滴呢 会在那边冲很慢 整个去除 去除污垢的人力了 就会下降 那林静医生你说 那你一个生腔科医师 为什么会需要用到两公升的呢 你真的有用到 因为我病人有伤口感染啊 我有需要使用啊 我病人有尿路的感染 他有需要冲洗这个尿管啊 所以呢 我们今天不要管医生背景是什么 这样子的话就有一点在针对个人 应该说这医疗用品呢 是不是真的不够 假如真的不够呢 有时候呢 这个开刀房已经都不够 大家省着用 但是呢 我开药的时候也会发现这个情形 所以真正的真相就是还是不够 那我们只是发现了这个真相的人 而不是说 哇你今天发现真相 我先看你的背景 哇你是不是中共同路人 你故意讲这些 这样就失去了一个 一个我们的检讨问题 问题讨论的意义了 好请苏医师仍然在线上 因为我们现场有 钥匙工会的理事长在现场 我来问一下理事长 那点滴真的现在大缺货吗 实际上目前的点滴 有多缺 在医院的部分还是回应 供货还是非常的紧急 医院供货就很紧急 那问一下地方的小诊所 或者是地方地区性的医院 那如果大医院都很紧急 那些地区性的小医院 是不是均补就没可能拿到会 基本上点滴的部分 在大型医院地区医院 使用比较多 在小型的诊所 有啦有时候诊所也会要打点滴 这个部分吃紧 没有像大型医院那么严重 所以我把整个点滴的事件 我从头来做一个说明 在上个月5月17号 中午我接到 教学医院的药籍主任 打电话给我 说现在整个医院 在点滴的部分 要叫破相当的困难 希望全国钥匙工会 可以出面来协商 我接到这个电话以后 马上询问几家教学医院 同样的跟我回应 都是公后资金 因为教学医院 跟厂商有签约 如果不能公后 会遭受罚款 第七医院跟七医院 因为他们的量没有那么大 所以没有签约 问了教学医院以后 我又询问 第七医院跟七医院 同样的都叫不到货 我马上打电话给石药署 问说永鸿63项的切施 5月10号被热令停工 现在安全的库存有多少 石药署跟我的打付是说 可以供货到6月底 我想每天台湾的点滴使用量 150万 你要用科学来证明 我说到底它的库存有多少 石药署没有办法回应我 所以石药署搞不清 数字有多少 那供货到6月底 但现在还没有到6月底 所以我再做一个说明 等我发现整个状况不对 因为台大药局主任 打电话给我 说5月17号 他们要10箱 结果来了两箱 连台大都拿不到 所以我就知道事态的严重 我陆续在相关的医院 我在求证 5月18号早上9点 我马上发新闻稿 希望政府要正视这个问题 如果点滴出现问题 会造成低线开刀 还有洗肾的病人重大的危机 那我们不是有一个什么缺药平台吗 不是有个通报平台都没效吗 缺药平台是石药署委托一个民间机构 这个民间机构接到各地方医院 跟他说切药 他就做一个反应 他没有任何的贡献力 最终还是由石药署来管控 我懂了 所以那个平台只是个不搞来 他只是接受各方的信息 所以我再继续讲 苏伊的事情 5月18号我发了新闻稿 隔了两天 政府单位的回应 点滴吃紧不缺药 过了两天 吃紧不缺药 对 所以这个逻辑我就想不通 什么叫吃紧又不缺 对 所以过了两天 他马上通告 所有的厂商来 要专案从国外进口 专案从国外进口 现在看我这边 现在专案进口的 有八个国家 十五种规格 十五种的规格 每一个国家的规格都不一样 所以到时候会很乱是不是 来来我讲 我秀给大家看一下 这十五种规格 它的接红都不一样 本来台湾的基层使用的点滴 百分之七十八点二五 都是永红 所以他们的接 注射的针剂的接红 都是固定的 现在也有 降易开关 也有 有一个塑胶套 到底要怎么拆 都不知道 也就是说到时候 从国外进了一头拉股之后 能用不能用 还是一个问号 来再问一下苏医师 那除了点滴大缺货之外 还有其他也大缺货吗 刚刚其实理事长讲了一个 蛮有意思 他说吃紧但不缺货 这个逻辑就像我看你脸书写的 你说政府告诉你不缺货 但开不出来 不缺货 但是当我进去电脑 我要开这个药的时候就开不出来 都是同样的矛盾 但我回来问 除了底力之外 还有什么现在也大缺呢 其实目前在我们 因为缺药问题已经蛮久了 我想这个理事长在这里一定最清楚了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口服抗生素 一直都是在缺货状态 而且不是最近缺货 是缺了一两年 这种长期的缺货状态 那还点滴 是最近因为这个永丰药厂的问题 一拍抗之后 就变成这个大缺货 那长期的缺货的抗生素有好几种 那到最近连抗病毒药物的莫拉皮拉尾 也传出缺货 我们的一个药也开不出来 那平常呢 又有许多的一些抗生素 等一下对不起我打个岔 对不起苏医师 因为最近 似乎COVID-19有再起的 特别是来势汹汹的情况 所以民众很关心 你刚刚讲的是COVID-19的口服药吗 对就是口服药 我有看到媒体政府说这个没有缺 对 这个就是他们又开始又一个 这个部分我来回应一下 等一下我们先问一下苏医师 所以呢到底我们缺 现在我们开这个药是完全开不出来 政府说没有缺 但是开不出来这个药 这就是台湾最诡异的现象 我们常常会不顾说 某一个东西没有缺 像你们开药的时候 你们开药的时候打进电脑 如果开不出来是电脑会告诉你什么 他会说这个药原料不足 没有原料缺药所以开不出来 所以电脑已经告诉你缺药了 但是我们的卫福部说没有缺 我们有进一步询问药局 药局说这个全台大缺药了 所以他去掉药也掉不到 所以目前来说 这莫拉皮拉伟确定全台有大缺药 但是政府就是不承认这件事情 我也不太懂 那后来我再去追 其实这个应该是政府的CDC有意为之 因为CDC渐渐要把莫拉皮拉伟 从台湾的抗病毒口服药踢出去 那他踢出去的这个过程 先给他标定说 先使用另外一个药 然后大家先不要进这个药 可是 他在过程中的过程中 没有料到病毒来了第六波 所以现在第六波疫情烧起来了 结果莫拉皮拉伟 他就卡在政府标定 他是不不建议使用的药 结果他就不发给大家 那政府建议使用的药有货吗 假设政府不建议使用这款药 那另外一款的替代药有货吗 另外一款的药就是贝拉伟 贝拉伟现在开有货 但是贝拉伟有一个坏处是 他这个药跟几百种的药物 有药物交互作用 所以他每次要开这个药的时候 医生和药师会很忙 要去对病人说 哇他有用癫痫药 他有用这个降血脂药 或种种的抗磷血药 完了完了 这个药会影响会有交互作用 那就叫病人是不是要吃 然后我们就要评估说 病人万一吃病毒药的这五天 把这个血栓药停掉 会不会这五天中风 那中风是不是医生要承担后果 那如果这个时候吃的时候 又发生严重的并发症出血 那是不是医生要承担后果 哇 所以贝拉伟很麻烦 因为他的药物作用太多了 所以临床上越老人家越容易 COVID重症嘛 越老人家就是吃一大堆药嘛 所以每个老人家重症来 你说要给他吃贝拉伟 结果药物清了一堆 一大堆药不能用啊 一堆冲突啊 这时候 这时候莫拉皮拉伟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所以莫拉皮拉伟在临床上有 不可取代的地位是这个原因 因为用的老人家太多共病症了 好 不能使用被诺委 理解 来 苏医师来 我做一个回应 现在因为有帕斯罗比跟莫拉皮拉伟 但现在帕斯罗比在过去疫情的时候 基层的诊守大量的开 苏医师刚刚讲的没有错 他的副作用交互作用比较多 但现在政府还是有公告 65岁以上的回胖的糖尿病的特殊的民众 是公务预算来给付 另外政府整首开的是要致付 另外的贝拉皮拉伟 他的效果在临床上是比较差的 所以政府不建议使用 但还是有公务预算在致付这个品项 好 来 对不起 最后一点时间问一下苏医师 那苏医师你一旦开了泡之后 就可能引发包括像很多民众的口慌 包括像业界的反弹 可能会越反弹越大 所以我不知道 卫福部有没有关切你 小伸缩没关系 有没有叫你卖共 其实我们大部分接到的是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台北卫生区或者是联合医院会 叫我卖共 求你卖共 好 那他们后来也是觉得尊重言论自由 好 不过我觉得整个过程中间 让大家比较不舒服的是 尤其是林静怡次长 常常会用一个栓来反唇相机提出问题的人 那像我们一开始黄理事长也知道 一开始提出点滴不够的时候 卫福部里面的林静怡次长 那第一反应是什么 他是上脸书说 医疗人员不要制造恐慌 现在没有缺点滴 就是因为我看到这话 所以我才想说他有没有关切你 好 谢谢苏医师 接受我们的视讯连线 来问一下理事长 除了刚刚讲的要缺之外 我看你今天找一个 这什么不够 现在什么不够 这是什么 现在在市场上切药的 这是开恩达命 没有 这个是什么 这个前面在我前面的 有中国维他命 还有这个是那个 盐药水 就青光盐的 青光盐的 这是什么 这个是维他命 维他命 维他命也切 这个是一般的安眠药 然后在滇前用的 这个也缺 现在市面上也切 这是红莓素盐药 红莓素也缺 那前面这又是什么 就人工类液 人工类液 还有那个青光眼用的 这个呢 这是什么 这应该是 那维他命B12 维他命B12 这管是什么 这是综合感冒药 连感冒药都缺 所以现在我们的想法 我再问一下 普拿藤 外面都这么传 我们比如说 赶快去买一些普拿藤 普拿藤接着下一波 是不是普拿藤 普拿藤没有缺 没有缺 它的价格 7月1号要调 要涨价 对 那跟缺没有关系吗 跟缺没有关系 但一般的厂商 如果他要调账 市场上他都会空货 故意就是不出货 让民众紧张 所以普拿藤有可能 为了要涨价 在市场空货 让我们比较买不到 在一两个礼拜前 就出现过 对 这对民众而言的感受 就是他真的在缺 那其实他没有缺 这可能是厂商的饥饿行销 好 几届 但你来关系的是 马上就是旅游旺季了 暑假到了 怎么办呢 这个飞机 大家敢不敢坐 我们来看大航航空 骤降 而且据说是大怒声 骤降 6000米 6000米是什么概念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这一是波音737max的飞机 骤降 施压 宛如大怒声 吓死人了 6000米是什么概念 可以跟我讲一下吗 6000米不就是两万英尺吧 不要现在不要什么 听到什么东西都是骤降 对不对 遇到乱流也骤降 新航那个也骤降 什么东西都是骤降 人家乘客都流鼻血 就是大怒声 对你来讲没什么 但是乘客都流鼻血了 没有 我跟你讲 你们不要那么紧张 我解释给大家听 这个昨天这个这个新闻 他其实是飞机施压 那飞机施压 他没有骤降 他每分钟 像我们一般飞行 如果下降 每分钟下降率大概控制 大概六千都不会算太高 他这个下降率 每分钟不就就了不起一万英尺 一万英尺不是骤降 骤降是什么呢 骤降是你遇到乱流 几秒钟就两三千英尺 下降这个才叫骤降 那这个这个原因是因为 他施压 那施压 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下到一万尺 因为下到一万尺 我们才可以不需要氧气面罩 正常呼吸 所以你不要看到 而且那个氧气面罩 现在氧气面罩掉下来了 我跟你讲 媒体过度渲染 第一个 你不要看到氧气面罩 就觉得完蛋了 要去见佛祖 七天后才能回家了 这个氧气面罩 他不掉下来 你才准备七天后回家 可是乘客真的会怕 不是 但是氧气面罩掉下来 就代表 代表什么 代表人家要见佛祖是吧 不是 代表人家不一样 对啊 发生什么事情 对吧 就是他氧气面罩掉下来 是因为飞机施压 那施压没关系吗 没关系 施压 你就 施压 你因为在高空 对不对 跟外面 三万五千英尺的话 你施压 你就代表你现在 跟外面一样压力 三万五 那你就没办法 没有办法正常供氧 所以他氧气面罩掉下来 就戴上去 所以在政府室眼里 这件事没什么就对了 第一个我 第一个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施压 氧气面罩掉下来正常 不要看到氧气面罩掉下来 就很恐怖 那因为我要在最 施压的话 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到一万尺 你就可以把氧气面罩拿下来了 那你这个下降过程 了不起就三分钟 如果一般搭飞机 像这种情况 就快要就下降过程中 飞机整个人抖抖抖抖抖 还有一般民众 我们坐飞机 快落地前 整个飞机抖抖抖抖抖抖 跟你跟你老公上厕所 啪啪啪啪 抖了一样 我跟你讲 那是飞机怎么样 你知道吗 怎样 飞机下降过程中 我把减速板拉出来 飞机是这样 飞机为什么会会飞 是因为飞机有生力 生力是从飞机的机翼上面产生的 那我今天我要让飞机下降的更快 我就要机翼上 他就他就有个 他有个小机翼 他会打开 他就破坏生力 破坏生力 破坏生力 他就下降可以更快 对 可是这个东西一打开 减速板一打开 就抖 飞机就抖 抖到我痣瘡快抖出来 抖 那时候我跟你讲 你镜头哪在做 那我 我跟你讲 所以最近如果这样抖抖抖 发生什么时候的 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是真的严重的 你 减速板一打开 就抖 飞机就抖 抖到我痣瘡快抖出来 抖 他说我跟你讲 那时候我跟你讲 那我問我只問一件事 發生什麼時候的 發生什麼樣的情況 是真的要緊張的 你可以告訴我嗎 我跟你講像這種 你只要跟我們一點 比如說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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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要開始寫說 媽媽我愛你 對我跟你講 不要跟謝長廷那個一樣 不要緊張啦 亂流正常啦 這個東西是不正常的狀況 但沒有那麼緊急 我自己是飛行員 如果你問我的話對不對 抑壓系統失效很緊急嘛 不是抑壓系統失效 抑壓系統失效 會出現什麼徵兆 我們坐在裡面 我們知道什麼抑壓系統失效 那你不知道 所以你只要不知道的都不緊急 只要不知道的都很緊急 你知道都不緊急 抑壓系統失效 所有的飛行操控界面 你沒辦法控制嘛 電力系統失效 你導航就沒了嘛 你前面一片黑的 你也看不到嘛 只要你坐在後面 只要看得到的東西都不緊急 發動機 抑壓系統失效 或電力失效 機長會廣播告訴我們嗎 不會 不會 所以我們英文不知道 對 可是我跟你講 像我最近就常常有 那個粉絲朋友私訊我 所以大佬 那個我搭飛機的時候 還錄影給我看 機翼破掉了 有東西伸起來破掉 不嚴重 那是減速版 大哥 減速版 我覺得大家很厲害 下次坐飛機坐在窗戶旁邊 發現你開始抖抖抖抖 自窗要抖出來的時候 你就往旁邊看 機翼一定有東西打開 所以這狀況 我跟你講 不要過度緊張 那為什麼有有 有些乘客 他很少數 極少數 流鼻血 流鼻血 那是為什麼原因 是因為倉壓 我們巡航的時候 客倉 客倉裡面的壓力 大概是八千尺左右 大概是八千尺山上的壓力 你一下飛機施壓跟外面一樣 變砰一下變到三千五 三萬五千英尺 當然壓力不同 就是每個人對壓力的耐受度不一樣 那你也不能怪我們太緊張 因為又是波音 對不對 波音最近常在出事 好 所以我跟你講 昨天的發生這個事情 你不需要緊張 你倒不如 如果搭到波音七三七 你倒不如緊張一點 我還覺得這個可以 你是專業 波音七三七要緊張 波音七三七 我先跟大家解釋 波音會不會告你 不會 因為他這樣全球大家都要告他 我還是小咖 應該是這樣子 我跟大家講就是說 我們也不要緊張 所以說波音七三七 他雖然危險 可怕又恐怖 但是他只是相對的 就是說所有飛機 他當然是安全的 他是安全的 就是說在相對於所有的飛機裡面 波音七三七相對 相對 這所有飛機裡面是最危險 要我是不會搭 連你都不敢搭 我先 我不是 阿瓜 我先跟你報告一下 我跟順便觀眾朋友科普一下 因為最近很多人都在問我這問題 搭飛機 出國旅行 搭飛機怎麼選 你要選大一點 第一個 我跟大家講 廣體的 第一個 你要選的話 就選 如果你能選 就選空中巴士A350的客機 A350 首選 為什麼 A350現在是這顆地球上面 最high tech 最高科技的商用客機 他有廣體客機 A350 那哪些航空公司有A350 還是大家都有 那個華航有 那個星雲航空也有 對 然後第二個選波音七八七 因為他是夢幻客機 雖然現在波音七八七 很多問題 組裝東西裝不起來 就像我們汽車辦吧 裝不起來 他硬塞進去給他鎖 還有最近 昨天前兩天發生的 波音七八七 一百顆螺絲正反鎖錯邊 那你還叫我們選 我跟你講 這個問題 這個反鎖錯邊 因為這個飛機現在是新的 新的它不會出現問題 金屬疲乏或組裝問題 都是年久之後 它才會出現 所以現在是新的 你的意思是說 雖然它沒組裝好 但是因為它是新的 不會那麼快就是問題 你還沒那麼衰 那我再問一下 那七八七 我先跟阿官講 我先跟你們講 要怎麼選飛機 第一個選 A8350 第二選那個夢幻客機 波音七八七 再來選廣體客機 一定要選廣體客機 這個我知道 對 為什麼 為什麼 比較大台 不是嘛 因為我跟你講廣體客機 跟載體客機差別 就像賓士S系列 對不對 跟你那個 那個玉龍樹立一樣 對不對 跟Toyota車一樣 你S系列的裡面的裝備 配備安全性 絕對比那個 那個C-Class的要好 好很多 所以廣體客機 它裡面的安全性配備 對乘客對飛旋的配備 比載體客機多很多 所以你一定要選廣體客機 你沒有辦法 只能選到載體客機的時候 那你一定要選 那個空中巴士 三二零三二一線 最後最後 你沒得選擇情況 才去選擇波音七三七 波音七三七的飛機 那我只問 那我們用消去法好了 消去法 哪一家航空公司 有波音七三七 中華航空 那中華航空會不會告你 我們台灣就中華航空七三七 對 但是我跟你講 那中華航空 因為昨天發生事情 很多網友跳出來 波音七三七 Max 華航空你出來講話 大家不要緊張 那個是波音 那個是七三七 Max 我們這個是波音七三七 我跟你講 七三七跟C三七 Max 又不一樣 沒有名字不一樣 我就換湯不換藥 這個飛機是 這個波音七三七 你講多少 你假講的 波音七三七是一九六七年 比你阿公都還老的飛機 五十七年前就出廠的飛機 但是我們坐的飛機 波子五七歲 它是五十七年前出廠 但它現在不是 不是說我今天坐的這架飛機 就五七歲 它對 我們不管它這個飛機幾歲 對不對 我這麼 我這個年紀這麼資深了 對不對 我還是一條活龍 對不對 所以你人是不是 男人是不是一條活龍 跟你年紀沒關係 飛機 多少有點關係 飛機是不是兼顧 跟你這個年限 沒有太大關係 主要是你設計 這個飛機是六十年前的設計 六十年前設計 即便到它現在已經升等到七三七MAX 對不對 但是它所有這個系統 所有的東西 全部是六十年前的設計 它不能改變 不能改 它一改 它這架飛機就就不能叫做七三七了 所以它波音為了省錢 第一個為了省錢 第二個是 你想美國隨便一個航空公司 西南航空 三千個飛行員 它三千個飛行員 它飛機只要不叫做七三七 它換一個飛機 三千個飛行員 全部要去受訓 它沒辦法嘛 好 那我來問 因為最近有點像積溫 所以事情很多 那你剛剛說這個也不要擔心 那個也不要害怕 那我問 好 六月二十號 有一架飛機引擎起火 這要不要擔心 引擎起火 要不要擔心 吃燒餅沒有補掉芝麻的 所以還好嗎 連引擎起火那邊還好嗎 結果我跟你講 如果我今天坐在飛機上 看到這個畫面 講實話 你要講實話 這個還好嗎 還是也很緊張 謝謝 謝謝 我應該要講實話 一架飛機引擎起火 這要不要擔心 引擎起火 這要不要擔心 吃燒餅沒有補掉芝麻的 最還好嗎 我連引擎吸過那個也還好嗎 結果我跟你講 如果我今天坐在飛機上 看到這個畫面 講實話 你要講實話 這個還好嗎 還是也很緊張 我跟你講 這也是波音的 波音737 800的 你要我坐在飛機上 我看到發動機失火 我不會緊張 不會緊張 好 第二個問題 你來問 第二個問題 因為飛懸每半年要進模擬機 每半年模擬機規定要做四個科目 跑道上放棄起飛 然後就是發動機失效 然後就剛剛講的 緊急下降 還要引起起火 對 這個要做 來 第二個問題 來問 好 來 今年一月五號 有一架飛機艙門掉了 那這個要不要緊張 這個 門掉了 門掉了是不是 我不會緊張 你也不會緊張 坐在門旁邊的人要緊張 只有坐在門旁邊的人要緊張 因為這根門噴掉之後 這飛機就變成高空施壓 這個門噴掉之後的 飛懸要做的處置 就跟昨天大韓航空做的處置一樣 對 它門一噴掉 氧氣面罩就掉下來 就帶著乖乖吸三分鐘就可以 那坐在門旁邊那個位置的人 應該要緊張 要先撤退 那個就要緊張 那個要緊張 但是如果你在離它很遠 你看到那個門噴掉 你不要緊張 因為它就是很正常的 Emergence Design 緊急下降 你不要氧氣面罩戴起來 吸好吸滿就好了